很多的臭宝喜欢梅兰猪菊,花中四菌籽,而我收到哪边就是一个竹子了,很适合盆栽的一种叫佛杜竹,很多话说,老花姨我的佛杜竹长得很乱,我怎么修剪啊,其实作为我来说,我有两种方案,一个是单颗生的这种棒棒糖,就像这种,你要这个的话就很乱,你把下面的给它剪掉就OK了,这样就不会显得很杂乱了,这样子的话就会像一个棒棒糖一样的感觉,下面就很清静, 你也可以换个盆,摆个那种陶瓷的玩偶之类的,就很好看,一目成零的感觉,如果是像这种群伸的呢,你看,它也是很杂乱,它道理也是一样,你也是把下面的剪一剪就OK了,这样的话呢,例如它长高高,咱们修剪的一个目的啊,第一是要求美观,第二个呢,是让它通透, 其实有的话,有看完以后说,哎呀,剪还不剪呢,那长得郁郁郁郁郁郁的也挺好看,那就完全是个人的一个了,但你修剪的时候,你要寸一个点啊,呃,别这样剪, 你有话说,我偏这样剪,这样剪也可以,它也从边上生出来,就是说,你长到一定高度了,你比方说旁边这一根,它是一个笋枝嘛,这一根嘛,它长得过分高,我不想让它那么高,你不想让它那么高的时候,你就可以给它剪掉,剪掉之后呢,就让它控制一个高度,明白了吗? 其实无非就是来来回回的几种剪法,你像我们这个,也是长到一定高度之后,你看,从这个位置给它剪掉了,剪掉之后呢,它就会长得比较密了,这样就很好看,你要是光剪下面,它就突突突一直长高,有的人喜欢观这个佛杜竹的这个镜啊,很好看,有的人喜欢翼儿,修剪的时候就注意一点,你看,这一只呢,也很高,就是比这个高了,不想让它那么高,不想那么高呢,可以给它剪短,你也可以去分盆, 人家话说,分盆的成活率很高的,你最起码能保证主干不是,你这一根随便呗,你也可以这样剪掉,也可以留下来,我就想让它长高,你也可以一直在盆里边让它长高,长到你喜欢的那种高度了,再去分盆,修剪的时候呢,就看个人的爱好了,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,还是蛮简单的吧,觉得不错呢,记得点个关注,老花衣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,我是老花衣,养花自整衣,白了,抽包